太太大学不装了,公开支持台独 我想问一问你们太太大学 你怎么可以既吃中国人的饭 还要砸中国人的脖 哈喽大家好,我是巴九 8月上旬啊,上了半岛电视台 被英国主持人惨淀的中国大外宣 也就是邓小平的翻译高志凯 他接受了中国媒体在微博上的采访 他表示啊,若是小粉红觉得自己牛逼自己喜 你喜你上啊,去辩论呢? 我已经做得很好了 如果你觉得你做得没有我好的话呢 请你继续支持我 但如果你觉得你做得比我好呢 你牛逼你喜你上 马上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搞笑的影片吧 有些网友问说 哎呦,这个主持人啊 他非常的嘟嘟逼人啊 高博士为什么要去呢? 这样的主流的媒体的频道 我们一定要去占领 以后如果有这样的机会 我还会去 我宁愿自己忍受各种各样的非议或者评论 也一定要讲好我们中国的故事 说出我们中国的声音 反映我们中国的真实情况 我们讲中国故事不是去跟他斗哦 讲好中国故事 我希望大家都积极的参与 你如果觉得你行 你就上 你觉得一笔高志凯强 你上 如果你觉得你不行 高志凯还行 你就支持我上 你支持其他的 能讲好中国故事的人上 高志凯这四五十分钟的完整版 在中国的网路平台上 是不能被发出来的 抖音 快手 微博 通通都只有放 可能三十秒 一分钟的那种断章取义 高志凯说的有理的版本 主持人的问题啊 主持人的反问 反节啊 那这些通通微博快手抖音 都没有放 也不能放不敢放 对吧 结果当时 反而不是小粉红称赞 哇 高志凯你怼得太好了 反而是一堆中国网友呛 你以为我没看过完整版吗 有本事你在墙内也放完整版啊 我看了也都尴尬 是这样断章取义 宣传中国又赢啦 如高志凯说的那样 他上节目的回答 已经算最好的结局了 若是换成任何一个 没有政治危机的小粉红上去辩论 一回到中国你分分钟被铁拳喝茶 像是讲到习近平跟党中央还有新疆问题的时候 甚至是国防部长啊 外交部长这种议题啊 高志凯全部打了模糊战 而这些都被小粉红 可能没有怼在点上 你没错 这就是问题所在 就是不能在点上去腿怼 你若是真的 在电视台上 比如说 我问你A你就打A 这个A是习近平 你这惨啊 不然你有看到拿一些小粉红 在网路上 妄议中央妄议习近平吗 没有吧 不敢还是不想 我觉得这是有蛮大的分别的 而且小粉红就是很爱这样子去切割 总觉得自己牛逼很行 换自己上的时候 不是被铁拳 逻辑被虐 不然就是又被其他小粉红质疑 你肯定是被请来抹黑中国的演员 因为换我上的话 我肯定不会像你这么落差 但是换他上 他又要被质疑是演员了 最搞笑的是什么 先前打头阵 跑去大闹日本巾国神社的 中国王铁头 他也被铁拳了 到底是党的铁拳硬 还是他的铁头公牛逼呢 我们就继续让子弹飞一会吧 原因就是铁头在2024年5月份 勒索了 带货主播数百克的黄金 在多次勒索之后呢 又继续向带货直播勒索了大量的金钱 并承诺我会给你相对应的保护作为交换条件 简单的说就是收保护费啦 而铁头在8月20号被中共警方逮捕 8月27号中国警方证实 哎这是事实他确实被逮捕了 咱们的爱国英雄被捕了 有没有非常搞笑 铁头他先前在中国就是靠打假红的 结果我在自己稍微有点名气之后呢 就借着打假去勒索其他的带货直播主 若是你不从我就大闹你的店 我就抹黑你卖假货 你看在中国生活多难啊 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到底啊是谁披着岳部群的外衣在干破事 到底他是不是真心打假 他打假最后的目的竟然是为了勒索 帮自己赚钱 而不是为了中国人的健康着想 我就看如果你有像《新京报》的记者 这么厉害的话 你应该去打中共的特供 中共的中储良 还有最近好多食用油危机又被爆 这个煤罐车油罐车都乱混装 继续哦 并没有说中储良这件事情被曝光之后 中共就停止 没有你把这个假给打了 你才是真正的爱国英雄好吗 结果呢 你最后跑去日本大闹一番 破坏晋国神社 当时逃回中国还被一堆小粉红表扬 对吧 还办了一个回国大表扬 抗日精神这样子 这算哪门子的抗日啊 前几天一名日本的NHK电视台 外聘49岁的中国播音员胡悦 才故意在中国网红 再次大闹日本晋国神社被捕之后 故意把这段新闻乱翻成 嘿 钓鱼台是中国的一部分 结果他就被开除 现在他回到中国 接受了英雄式的表扬 以及待遇 那我们细细来看 可以发现 他曾经在东京大学读书 在丰田等大公司帮忙录制中文节目 甚至也帮过日本地方政府 翻译一些节目变成中文 想想一个在日本生活工作 读书20多年的人啊 最后他还是爱着中国共产党 那接下来他的剧本该何去何从呢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法 他今年49岁了 回到中国能干啥 进入央视体制吗 进入中国的地方电视台吗 缺他一个人吗 排队的轮得到他吗 那要不说他这个年纪49岁了 是不是只能跑外卖跟打零工 开网约车了 毕竟他这个年纪了 那我觉得最有可能剧情是什么呢 他开始直播带货 爱党爱国 甚至他还可以继续入境日本 送素材给小粉笑话笑话 我觉得你应该庆幸铁头已经进去了 不然哪天铁头这把屠刀伸向你 把你打假 说你只是回来掐爱国饭碗 说你是汉奸 卖假货 分分钟抱你 开合你 只能说啊 你要好好享受这半年到一年的 爱国红利哦 别到时候又被铁拳了 跑回日本去 估计啊 他在日本工作20多年了 不知道有没有日本国籍 或是有居吧 要是你有的话 你必须放弃 才能证明你是爱国的 不然呢 你连自己都是日本的 又怎么让钓鱼台变成中国的呢 你先把自己归还给中国 再跟我说钓鱼台好吗 而且比起钓鱼台 我更认同 讨回比钓鱼台规模更大千百万倍的 俄国枯叶岛 这才是王道 对吧 前几个月我还唱过一个 在马来西亚读书的中国粉红留学生 他这次又再度大闹马来西亚校园 被马来西亚人跟新加坡网友痛骂 先帮大家稍微复习一下 他前几个月拍片 痛骂马来西亚教授 应该要服务中国留学生 因为中国留学生 是为马来西亚大学贡献最大的群体 花钱就是大爷 你要服务我 而他这次又秉持一样的观点 来痛骂马来西亚搞台独 马上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段影片 太来大学不装了 公开支持台独 我想问一问你们太来大学 你怎么可以既吃中国人的饭 还要砸中国人的锅呢 合理 太来大学每年给你贡献学费 给你贡献招生人数最多的国家是中国 但是你在官网上面 去公开支持台独 有没有非常好笑 外国的留学生 去中国做件事情的话 你们就说 你来中国读书 吃着中国的饭 拿着中国的东西 在中国的领土 你就要遵守中国的规则 但是呢 中国粉红留学生 到了外国又说 我花钱的 我是大爷 你们这些大学 就是靠我们中国人的学生 进去才养得起你们 所以你们要听我 你要服务我们 怎样都是中国赢呢 中国企业到外国 就是外国需要中国 对吧 外国人啊 吃着中国的饭碗 外国企业到中国 又变成 你看外国企业 想要赚我们中国人的钱 因为我们中国人太有钱了 他们又要来吃我们中国的饭碗 你把台湾这个地区 单独列为一个国家 后面括号还来个ROC ROC代表什么 大家应该都知道 你说这个ROC 是什么ROC 来你给解释一下 ROC是什么 讲出来嘛 是不是Republic of China 是不是有一个China 哎呦 China你不承认是不是 你台独啊 从古至今 台湾都是我们国家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企图把台湾 从我们国家分裂出去 你是在开历史的道成 你本身作为一个综合型的大学 你的使命是严谨认真的教学 生产出更多更多元化的人才 到各行各业 但是我想问你台湾大学 你带着这种立场去教学生 你教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人 大家不要以为他只是官网上面 这么随便写一写 真实的情况 太来大学这两年 也在处处针对我们中国同学 我们自己规划的同学 都是领头去做小组作业的 结果整组的成员 均分都在80分以上 唯独我们自己的中国同学 得了一个F 什么概念 就是一百分三十分老师的评议 然后你又放了一个 大明朝的地图说 台湾都是我们国家的 呃 你指的大明朝是哪一个时候的大明朝 哪一个皇帝时代的大明朝 如果你跟我扯到是郑成功 明镇的那个时代的话 诶 好啦 算你可能二十分之一合格啦 那个时候台湾就有高雄 跟台南部分地区是属于大明朝的 是属于明镇的 其他没有 其他不是 所以你指的明朝是哪个明朝 那现在中国土地上的那个政府 跟那个政权叫做大明朝吗 现在的圣上姓朱吗 朱镜平吗 好像也可以 你来台湾好不好 你一来台湾 我帮你报销你的机票钱 你一来台湾 我们直播 我带你去总统府 对吧 你当着我的面 把总统府的国际换成五星期 我带你来看看 为什么台湾是ROC 而中共管不到 那这是不是事实 来我帮你出机票钱 来现在就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 西马地区的网友 是怎么呛这个中国粉红的 好 中国来的都是有钱的 他们根本就不care读书 每天就是打游戏 刷视频 根本就没有上课的精神 有钱买文凭 不像我们必须老老实实的读书啊 而且中国人去哪 都要跟人家讲中文 不觉得很好笑吗 全世界的人都一定要学中文吗 你们也该检讨 为什么自己的英文水准这么差 作为国际语言 连最基本的听 也都听不懂 这个叫做阿木木的马来西亚网友说 中国人的领钱 真的是笑死人了 英文都不会讲两句 还说自己是领头 天天找借口说自己英文不好 拖这个拖那个 老师不给你F要给谁 F呢 ZZLC 我能理解你生计的点 但不代表学校需要服从主流 主流不一定就是ZQ的 马国是对的SX包容新人讲的国家 包容各种的ZZSX官 希望大家能录像随俗尊重不同的声音 哈哈哈哈大家 小组作为用中文让ZG学生买谁彩笔 他们却给我们买了彩色笔 到底是中国学生不行 还是泰来大学卡你们均分呢 你凭什么质问一间不在你们国家 且与你毫无相关的大学呢 有本事就回自己国家去放屁 少在那边哔哔哩哩哩的对啊 我就问哪个中国学生敢在中国的学校 对自己的班主任这样子 分分钟校委书记找你喝茶 搞笑没有人要求你们来读 雅师托福也别考了 因为报名也有台湾 学校和学生是双向选择 别说的好像我们都欠你一样 不想来也可以别来 没人求着你来 还有些中国人也只敢在海外这样 对外国老师没礼貌 在中国国内你们敢骂 分分钟给你们言笔 记大过 记档案 穿小鞋 有资源不告诉你们 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 我爱你还有一只 我是伯母小鞋 见了 拜